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好的财产大雄,加利福尼亚州。 此属性是在天堂抛光钻石庄园。 这个小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住宅,由现在的主人定制的。细节和做工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楼盘的名称是异想天开封。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穿过这个属性上的许多美丽的松树林峰的声音。一个异想天开的独特的声音从风穿过松树纸创建。 异想天开封村是坐落在大雄城的低密度区,称为草店、布鲁克庄园。 如果你是一直想拥有自己的获取一程撤退,见自己的标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繁忙的世界的压力,放松身心的人,这是属性适合你。 您可能要考虑这个你的山高的第二个家撤退,如果是这样,你可以飞你的公司喷气机或刨成大雄城机场,从你的遗产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这个异想天开封村可能是你中心住,因为它靠近洛杉矶好莱坞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 我离题了,一旦你进入这个美丽的庄园你立刻觉得,你是在家里。 每个房间都有特殊的性格,会让你舒服和放松,同时每间客房都设有可欣赏到许多松树和乡村双层玻璃窗。 拥有此房产将让你主持大型聚会或只是蜷缩在柔软贴合的椅子,写一个小说,屏幕播放或与宁静的环境画出一幅杰作。 一想天开封村有这么多提供。 我觉得这么难形容在如此短的时间大约这个楼盘的很多细节。 主要的房子有四间宽敞的卧室和两个半浴室。 这家已建成二乘六的垂直立柱墙为寒冷的冬天所必须的附加绝缘。 有双重痛苦的整个窗户。 高天花板和新增的功能缴线总是提醒家里你。 主屋有一个附加的车库是从进入家庭的一面。 对细节的关注一直被认为是在这整个财产。 仅举几例,在护理中的大房间手绘和雕刻的壁炉和壁炉营造一个特点壁炉。 皇冠造型,格子添花板,传统的造型,定制橱柜,玻璃石刻门,定制樱桃木办公室,和这么多。 这口井袍村有一个独立车库和关爱考生宿舍只有几英尺远从主家。 该独立车库有很多的空间用于存储和两辆车和一个特殊的房车车库的空间。 有一个车间面积,定在这个车库浴室。 在这个独立车库一个单独的入口是通向二楼的单位,这是照顾者宿舍。 这个生活空间宽敞、开放、舒适,也有大量的存储空间、洗衣机和烘干机。 如果有子女或孙子女,我们需要描述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后院玩。 这是一个定制的微型家里是梦想家的孩子。 这个特殊的家庭是建立在一个主题,完成一个睡觉的阁楼、道具壁炉、窗户和门,大道足以招待孩子满一所房子。 当孩子需要去上班,这是不远处的这片神奇的小屋房子,请沿一条小道几步就到了微型战士钻石矿完整的宝石收获的路径。 所以关工作才好。 一想天开的风向村正等着你,这时候你应该有一个获取一成家在美丽的松树树木的山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